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它本来是先人主路开局 又走成了一个环中炮的一个期 对对对 特别因为在去年2020年 这个孟神特大的总体战绩都非常的好 特别是在开局阶段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 这一盘期环架中炮 也是希望能够将这个布局 引入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 在布局上能争取取得一些优势 好 黑方是 黑方 去9.8 对 红方马而进3 好 黑方 花瓶9 直接是走了一个三步虎的一个架势 对 红方 去1进1 好 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向3进5 对对 黑方实战是选择一个向3进5 但以往的一个比较老的变化 黑方是出现过G8进5 来与红方来进行针锋相对 红方走兵5进1 黑方炮平5 在环架中炮 红方在兵3进1 黑方G8退1 红方走G1平3 马后长G 这时候刚才黑方肯定是不能吃兵了 吃兵有个马器进5 对 马器进5可以 然后炮白进1打死G的起 对 G1平3这个夜底藏花很巧妙 对对对 他想的就是你足给我吃掉 我有个马三进5 可以把足给吃回来 对对对 这个时候他的目的很明确 如果你足进1 他就马三进5 那么黑棋可能会G8平7 先守住这个过河组 那么红旗在马五进3 在这样的一个 黑棋马进3 红旗呢 再G9进1 这样使这个三路G分根 以后呢 再走这个马三退5 等于说这个局面 可能还是红方有一定的优势 对对对 稍微稍先一些 对 红方的指令位置更高 黑方会感觉到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这盘旗呢 李汉林大师呢 也没有选择这种变化 他也是没有走这个 常见的G8进用这个变化 对对对 他也好像也有常见 比如说也直接走马二进3 他也没有选择这些变化 对对 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呢 因为这盘其实是一个快起 加上去年这个莫生特大呢 参加了很多比赛 而且在很多比赛当中呢 开局都有一些创新 所以李汉林大师呢 可能希望能够在开局当方面 避开对手的一个准备 将这个棋局呢 导入一些比较陌生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盘旗走了这个向三进五 比较少见的一个变化 对 捕律手向 红旗呢 泡八平九 红方也是平了一个泡 黑旗这个时候下了一个四四进五 这真是一个 可能特别出乎意料的一个走法 对 以往我们看到这个棋 可能会走这个马二进三跳上来 对对对 以往以往马二进三 这个可能就跳马出狙也出狙 对对对 红的可以拘八进六 对 那就是有点变化 对对对 或者说这棋 但是黑帮走了一个 失色进五不适 对 红旗呢 这个时候呢 也是选择也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也是比赛策略的一方面吧 红旗呢 没有走这个G9平八 直接出G 可能是希望这个 不要走入黑方 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 选择了这个G1平六 对 但是其实从后面的效果来看呢 其实这个时候呢 可能G9平八 可能效果还不错 就是直接两G 对 那黑方可能会走什么呢 黑方可能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是这个马二进四 一种是炮瓶瓶四 我们现在也是马二进四吧 马二进四 正好拐脚马来保住我的炮 对 红旗可以这个G1平六 抓马先手 那我就炮九推一守住 炮九推一 红旗再走这个兵武进一 从中路来发动进攻 这样呢 这个棋局 黑方以后将在自己的这个右翼呢 感觉有一定的压力 主要是这个马老是被G盯住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个中路有盘和马的起 对 而且红旗在中路的攻势非常强 对 应该会感觉到不太满意 是的 所以这个棋 那不走马二进四跳马 那就走炮瓶瓶四 这样子走了一个反攻马的一个架子 如果炮瓶瓶四呢 红旗可以走这个G8进8 先压速马 压马 那我肯定炮九推一把你 好就是可以打一下 红旗再走G8推二 G8推二回两步 把G走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限制黑方的处置 因为这个时候黑方肯定叫马二进三 或马二进一 感觉都比较别扭 对 如果是走这个马二进四呢 红旗就可以走炮瓶瓶瓶 马二进四这么跳 可以炮瓶瓶瓶拆了 对对对 就是继续来盯住黑方这个拐角嘛 这样棋局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主动一点 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呀 那在布局阶段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 尤其是个快棋赛啊 李汉林大师一走了一个 这个不是以后啊 肯定孟特大肯定在想说 他肯定是对这棋有研究 对对对 那我就先不出局 我也是改变策略 改变这个行棋的次序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先走局一平六 其实这一招棋呢 其实当时看起来比较直观的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黑方跳这个拐角马 对 然后那黑方可能 那我就跳不上拐角马了呀 那我就只能就是马二进三跳正马 对对对 选择了跳正马啊 红棋G9平8 对 亮G G1平 然后G平2出G 红棋这一招棋呢 当时下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这个棋可能更直观的走法呢 是走这个G8进6 就是把G压缩黑方的这个右翼的G砲 G砲的空间 但是黑棋呢 是可以走这个马7进6 这个马呢 抢先的战局这个河头 红方炮9进4 敲边足 吃边足 黑棋呢 可以走这个G8进5 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术手段呢 来跟红方对抢先手 对 这样棋局呢 红方可能会感觉到比较难以把握 可能就是红方不太愿意 让你这个马7进6盘和马 就顺利地跳上来了 对对对 这个河口马嘛 是吧 所以说 而且 我 振脱这个棋 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很多棋 我都知道 这个G一般说 它是 类 四路的这种类居 对 就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能我们大家可能看到更多 就是那种横居七路马的一个架子 但是它G在这儿 它就防止不住黑方这个马7进6这个点了 对对对 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 把子力集中在黑方的右翼 它是这么一个考虑的吗 它就是可能希望把这个子力 集中在这个黑方的这个右翼 然后来给黑方的右翼呢 施加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它其实在之后的这些战术呢 也是在贯彻的这样一种方案 红旗当然走了这个马7进6 是的 它先跳马 对 黑旗当然 因为红旗没有主动走这个 巨发进6 那黑旗就被它泡进5 现在压缩红方的空间 是 不能再让它进巨国的大便宾了 这样 红旗马六进7 直接就把这个族吃掉 马六进7 黑旗这里呢 其实当时可能看起来 比较直观的走法呢 是走这个巨二进3装马 但是比如说巨二进3装马 这样子直接捉马 那红旗可以马7退6 退回来 虽然这样是落了一个后手 但是黑旗进去捉马以后呢 会有一个明确的弱点 就是这个巨啊 巨发没根 对对对 容易被红方借用 比如说以后有这个 像巨六瓶8呀 马六退7呀 很多这种借用的可能性 对 但是我不进去捉你马 我可能是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可能担心 你马7进9这一点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巨二进3长起来 然后红方是不是巨八进2 把你的炮吃掉 对对对 然后你还不能吃巨啊 吃巨有个马有进7杀7 对你巨3 只能巨二平1吃这个 那等于说你这边 巨马的位置太费了 然后红方还多个7路兵 等于说 而且我这个鞭炮 还对你这个巨可能有危险 所以说那黑方这个 当时是怎么考虑呢 所以说我不走巨二进3 那我难道有走个炮酒推一吗 就是说我防止你这个马7进9 在这种卧槽的这个沙发 如果走这个炮酒推一呢 红旗可以走这个炮五平7 它就换一种进攻路线 就是现在变为呢 准备这个马灯中线 这样黑方的棋局呢 依然面对很大的压力 而且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会计当中啊 如果棋局像这样的棋局 会一直会觉得比较难走 而且对于对手又没有明确威胁的话呢 一般会自己起手心里面 也会觉得非常不愿意下成这样的局面 因为下气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 也是感觉非常难走 毕竟时间有限嘛 对 而且是现在你被人家的攻击 你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 对对对 这个马7进9跟马7进5这个点 所以很难很难控制啊 尤其少像 而这炮平7走得非常的灵活 但我巨二进3跟炮友推一都来不及 对对对 好像没办法迫进这个马7进9 对对对 我也好像也不太肯这样子交换啊 这样换局那边太空门了 是吧 所以李汉林大师呢 当时这个计划的也非常好 当时想这一招棋就是走一招很有用的棋 对 所以之后的这个棋局发展 作用很大的棋 走了这个G8进5 七合来抓红方的七路兵 来跟红方对抢先手 红方当然就变成走这个马7进9 对对 肯定是要马7进9 走两三走的 黑棋G2进2 红棋G8进2 黑棋G2平1 G2平1 红棋走G6平7 这样子就是强行保住我这个物质力量 对对对 强行保住我这个物质 而且准备这个冰激进1强行渡河 对 过冰 因为这一次个人赛比较特别 我们这个胡罗华老师是在1960年第一次取得全国个人赛冠军 当时是胡老师年仅15 所以就取得个人赛冠军 也是创下了奇谈的一个现在未经为了有人打破的一个记录 2020年也是正好是60周年 所以这一次也是上海棋院也是成立60周年 所以这一次比赛特别放在上海举办 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机 当时我们这个选手的每一个选手也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个特别的时机里面 有自己也是能够展现出来自己的水平 是的 尤其这次比赛在开幕式 还有在比赛期间 胡罗华老师都特意到赛场来观看 还有来指导 所以我们这个尤其参赛棋手都希望能在上海举办这些个人赛 能够奋力 努力 能够下出好的成绩 所以红邦这个整体来讲 我觉得孟特大厦特别地积极 然后尤其他布局这么一个战术手段 走到这里应该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对 有一定的机会了 当然这个李汉林大师也这里不甘示弱 走得非常地准确 而且硬得有力度 这个居发平四 自己先占居这个要道 那么红旗就兵器进一 对 继续贯彻这个四路 黑旗飞掉 这个旗好像这个项五旗三飞兵也是非常地强硬的一部旗 对 一般给我们感觉不太感这个气象 就好像要忍耐一手拱就回马 对 但是这个兵一直是个隐患 如果说走这个马七进六 红旗可以继续走 冰七进一 那只能回马 红旗炮五进四 敲掉黑竹 那这个旗等于说红邦已经多了两个兵了 这还有泡五瓶酒打边命的气 那么黑方就可能面临一方面是少兵 而且这个子力位置也是跟红方相差很多 而且没有明确的反击点 所以相信李大师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能是不太愿意 所以临场选择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走法 寻求一些反击 选择了下五进三 对 选择下五进三 这么把兵给飞掉 红旗 举七进四 吃相 对 等于说布局已经过渡到中盘这个阶段了 红方也是顺利地把自己的战术给发挥出来 然后顺利地吃掉了黑方一个相 但是正当我们来看这个棋 黑方这个有一个优势 就是黑方的两个马都非常活 而红方的这个三路马稍微弱一点 而且我觉得黑方这个下得也特别积极 我就是一定把这个顾和兵给吃掉 然后来展开积极的这个反击战 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在终局阶段 应该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 这个对攻的一个场面 接下来呢 起我们稍事休息 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更精彩的这个对局 好 亲民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继续收看孟臣对阵李汉林的精彩对局 这个终局阶段呢 黑方也是果断气了一个象 然后走了一步这个马三进四 对对对 红旗呢这个时候呢也不甘示弱 走到针锋相对 兵武进一 然后这个棋黑方也很积极啊 首先就把马跳上来 但是这个棋跳上马 这个他实战是再往上跳 实战是补了一首相是吧 对对 补相飞鞠 但是当时我看第一感老想这个鞠平三对鞠 因为一般少相少物质嘛 都想赶紧简化 对对对 看看我能不能把你这个厉害的鞠给对掉 但是我看棋腐男第一感也是平局对鞠啊 希望能够对鞠 但是后面发现红旗有一个巧招 红旗可以继续兵武进一 那么黑旗这个鞠三斤 吃掉红旗 红旗可以抵鞠叫尖 黑旗下试 红旗 兵 吃马叫尖 这样通过一个先手 叫尖的先手 把黑马黑鞠都吃掉 这样可以通过一个转换 白德黑马 对所以说黑方正好有个巧痴子 对对 所以是正好不能继续平三对去 所以红旗这个 B5进一 第一是积极的这个进攻 第二肯定也设这个小陷阱 他就准备下一步再继续B5进一 你正好不能吃 吃底线这个杀旗 所以说黑方也是很机智啊 走了一个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然后红旗这时候走了一个 G7进三 对对对 红旗呢 可能当时也是 因为会计时间原因吧 就是可能选择G7进三 感觉这一招期呢 攻击意味比较足 但是赛后分析呢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走G1平8 先连G 同时呢 G在这里先牵制住黑方 是 这个G可能走了一个低的位置啊 对对 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这个攻势 所以说索性 我连上两个G 防止跳马 而且以后可以去掌一步 对对对 而且他连拘以后呢 就是可以避免黑方一个对拘的手段 比如黑方马4.6 红旗 G8进一 一起G1平4 红旗上市 这个时候如果来对拘呢 红旗就可以很简单地用平炮打拘 逼对啊 对 等于让你把我拘对了 然后我拘手到我这个足限 这样还是可以占拘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等于黑方少一个向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隐患呢 对对 但是红方呢 实战可能这个细节没有处理好 他走了一个第一局 对 这个棋局呢 就进入到一个比较关键点 这个时候呢 红方多个向 但是黑方呢 也有明显走出了一些反击 实战的红旗是选择这个冰三进一 这样的一个强制简化 但是赛后来看呢 可能有点着急 是的 他可能也是希望你这个换我中炮 你换我给飞掉 然后你吃掉就可以飞掉了 对 而且可能希望尽快地解决掉这个问题 对 而且也不让你马路进八那个转强 对对对 这边也有很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 但是后面效果来看呢 还是应该底居较尖 这样那他如果落势呢 如果落势的话呢 红旗可以就借这个机会 这个左鞠右鞠 鞠一瓶四 装码 对 这样子你换我就飞掉 你马路进七 我这个炮就换掉 等于这样子 把这个鞠掉过来 也是对黑方的这个 左翼有点空门啊 还是有点威胁的 对对对 所以黑方可能不愿意落势 你鞠江也许 就是说你鞠江的时候 也许我会电鞠 我给你对鞠 对鞠呢 红旗就可以简单对掉 对掉 我可能降五瓶四吃掉 他在走这个 居膝退伍 手术 那我是不是 居一瓶四先守个泪啊 这样就是在上市 等于说这个局面下 红旗应该说慢慢下 然后即使对一个居也不可怕 因为对了一个居以后 我这个还是有多项的物质 对对对 还是能够发挥出 这个多项的一个优势 对 然后我这个马也搁在这 因为我不怕你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 我这个泡一僵啊 泡酒推一通通防守 所以说红旗可能还是 终局阶段下得有点着急了 急于这个求胜 所以说他实战呢 好像走了一个冰三进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冰三进一 那我黑旗就除夕进一 这样成功的有一个主渡河 彩掉 吃掉 等于说这个旗现在形成了 红方是兵种差 但是黑方也过河族少个项 对对 当时呢 因为这样进行这样一个转换呢 所以还是红方有多项 但黑方有个过河族 客观来说 红方可能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太多的优势 这个时候呢 从旗上来分析呢 红旗可以走这个 居气退伍 先守住自己的避行线 不给别方 炮酒进次 敲兵的机会 那这样还是一个漫长的旗 对对对 因为毕竟红方还是有两个炮 两个缺香怕炮嘛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慑力 还是一个各顾忌的旗了 但他没有退居啊 他选择了底居叫江 江了一句 旗 黑旗 对居 红旗对掉 红旗就选择这样交换了 交换 这个时候红旗走的这个狙击瓶八 希望这个黑方 这个降在外面的这个机会呢 希望能够打乱黑方的气息 但是是给了黑方这个 居一瓶三 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反击的机会 对 其实我走到这儿 我一直在想 他这个为什么要居一瓶八 他可能看到居一瓶三了 但是他可能是觉得 黑方可能不太敢这么走 因为你这么走 你这个炮酒进次编兵就丢了 他可能就想着说 你这居可能一直想保着编兵 但实际上他可能就 完全没想到 黑方这个很强硬 就说我要给你开展队攻占 对 可能当时对这个黑方的反击呢 有些估计不足 是的 因为黑方客观来讲 冰种比红方好 特别如果是能把红象吃掉以后呢 又有过河竹 这个鞭炮也随时可以敲出来 进行发动一个立体的攻势 其实这个棋局呢 黑方客观来说 攻击能力已经超过红方 所以红方就是后来居一将 黑棋对居 黑方看得很清楚 正好你不敢对 对了这个残局的话 虽然多个像 但是冰种不好 又少冰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残局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冰竹 红方冰种又不好 加上又发展下去呢 中冰和边冰都会丢 那么这个残局呢 红方是必输无疑的 对 红方走这个 G8退6 黑棋就G3进9 吃掉红线 非常的强硬啊 就吃个线 这个是一个线索 红旗先较姜 较姜 这个时候呢 我估计棋渠下到这里啊 可能这个孟城特大 可能在这个棋局进展当中呢 跟之前的这个预期 有比较大的差距 对 本来布局阶段 有一定的优势嘛 对对 然后像走到这里呢 可能这局面 还反而亏损一些啊 少像 双方都少像 但是冰种差 然后黑方还有过河足 对对对 所以说走到这里啊 其实是 可能心理上 有一些波动吧 这个时候 从棋上来讲呢 这个时候 红旗可以考虑 走这个G6平2 这个时候呢 再抓住这个 黑旗啊 在自己左翼阵形 有一点不协调的 一个弱点 来给黑方制造一些麻烦 这就是一个控盘 对 那黑方可能该怎么办 黑旗呢 这个时候不能 马旗进六 因为红旗有一个 冰五进一 那吃掉 黑旗吃掉 然后 走这个G2间 这个马可能被捉 对 你马路退七 就就要这样捉霜了 捉霜 所以这个马 开始是不能跳的 就是马 马七进六 是不能跳上来 那黑旗可能 可以G3推 抓炮 抓炮 这样子你要对桌 就交换 肯定黑旗物质力量 好 黄旗如果说炮九进四 对 就是吃边冰 黑旗可以有一个 先去后取的一个手段 可以走逐六平五 吃掉红冰 那么红旗G2进四抓双 黑旗 炮九进四 敲出来 G2平三 G2平三吃 黑旗 炮九平五 将军 将军那只能吃四进五 不这个是啊 四四进五 黑旗在炮平二 炮平二杀起 叫杀 出将的一将把炮吃了 那我怕是没法容忍的 红旗只能走 十五进六 黑旗在浸泡将军 红旗上市 黑旗进居将军 红旗下市 黑旗退居将 红旗上市 正好把这个炮吃掉 对对 这样进行一个转化 等于这个残局 还是黑旗有很大的优势 对 但是这样呢 红旗能够吃掉黑旗的线 从这个齐局来讲 还能给黑旗制造 比较大的难度 对 就说还有这么一路变化 但是 有一定的考验 所以说G6平二过来呢 是一个空盘的一个招法 给大家摆一下 对 炮在那 就G6平二 G6平二的话 那黑方 但是黑方G3退二 捉红旗打 红旗可以炮者退一 对 但是刚才那个残局 我感觉还是黑方优势 所以他可能 可以炮者退一 先打 对 他炮者退一 退一步是吧 退一步他是不是再捉你 再捉他可以再跑 再捉再打鞭鞭 对 这样再打鞭鞭呢 他是这个 以后可以用八路炮 去顶住黑炮 对 可以炮平八这样子了 这样就不可怕了 但是他这个也可以跑了 他可以炮走 退一 退一步之类的 等于这个局面 又是一个各有顾忌的 对 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了 等于说黑方呢 暂时虽然丢不了紫 但是红方这个炮 也顺利出去了 以后可能有炮九进一 G2进四炮九平一 炮九进三这种 对 G2平八 这个可能就是 另一番战斗了 对 很难减 但现在还比较漫长 对 所以就是 击双炮对 金马炮的一个对杀 就是很精彩的一个局面 当然实战的 红方很可惜 他没有走这个 G6平二这个控盘的手段 他可能也过于着急了 他走一个G6平三 G6平三 对 然后他又一桌 对 给了黑方这个 借先手 将马挪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对 黑方不可能再把八推七回去 他马八推六好起 这兵又就得我只能 对 红方只能走这个G2平五 先守住自己的中兵 对 然后黑方特别老练的一步 退居守住这个自己的 这个一路边走 对对对 不给红方任何的进攻的机会 当然红方走到这里呢 可能也没有太多好的选择 就走了这个冰五进一 对 希望打开中路 黑方竹五进一 这个时候最直观的走法呢 是走这个G5进二 吃掉黑竹 这样子是不是中路 有一点反击的机会 对 但这个时候 黑方正好有这个马六进五 马五进四是个沙旗 对 接这个六路逐的力量 正好可以马跳中间 那我是不是得十四进五 我先补一手 十四进五黑旗呢 可以泡九进四 敲出来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 G马炮的立体公式 就是也不怕你吃相 吃相我底线姜啊 这个G三瓶八这样 G三瓶四也可以抓 G三瓶四还有捉双的起 红方来不及 对对对 所以没办法 它就不能G5进二把猪吃掉 它就这个局面 这猪在这儿 它只能用炮吃 对 只能选择用炮 黑旗 马六进七 这又是一个沙旗 那就得补手试 沙旗 黑旗 主六进一 又是一个巧妙的桌 红G五进一 黑旗 马 才跑 这时候黑旗可能看准了 对对对 看准了我有多兵的优势 这个时候 因为这样经过一个转换 可以吃到红方 两个兵家的红方也是缺项 对 等于说又多俩兵了 发防守 红旗 炮九瓶五 红方可能忍耐一手 还可以滚个边兵 稍好一点吧 但是这时候可能他也着急了 炮九瓶五 希望当时希望能给黑旗 制造最大的难度 但是被这个黑旗 炮九瓶一打过来 对 他也是不为所动 还想你打一将 这样 我就试我军四 我就养起来 我不让你炮瓶酒 有臭我炮的机会 对 那走到这里 红方就很难下了 对 其实像到这里呢 因为红方现在已经是少 三个兵 而且黑旗现在是 面对是叫杀 对 红方那个G炮 对黑旗没有任何的攻击力量 然后呢 这个红方如果走去五平八 那黑方可以去三平五 抓炮 对 你这炮一走开 这一将还吃猪食 这是一个绝杀 所以郑特也说的对啊 这个残局呢 少三个兵 而且呢 红方也没有攻势了 所以走到这里呢 也是 孟晨特俩也很遗憾 也只能是投子任父了 对 这一次比赛呢 也就是被淘汰了 被李安林大师淘汰数据 还是挺遗憾 对他也是感到挺遗憾 对 双方呢 两位高手也下了一盘 很精彩的棋局 尤其开局阶段 黑帮也是很积极啊 就是气象来吃兵 对对对 在这个劣势局面当中呢 李安林大师走得 非常的积极 顽强 给红方制造最大的难度 是的 那个也是 今年的个人赛也很精彩啊 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对局 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持续关注 《相机世界》栏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